春节前夕,黄晓明主演的新剧《锦绣源》的拍摄已进入了收尾阶段 大年初八,该剧终于杀青 然而有媒体在之前,目击到baby从北京返回上海 据此推测,他和身在剧组的黄晓明应该欢度了春节 据悉,刚拍摄完新剧的黄晓明和baby将从上海前往青岛 而青岛正是黄晓明的老家 显然他是带着女友回家拜年与父母家人团聚 当天上午,黄晓明和baby出现在青岛机场 两人并肩而行,情绪轻松 黄晓明一身时尚黑衣,baby长发披肩 下身穿一件黑色紧身皮裤 上身则穿着件粉红色的皮草扮大衣 随后,黄晓明的父亲亲自开车来接两人 第二天,二人与黄爸黄妈共同外出 一路上,baby小鸟一人地挽着黄晓明的胳膊 他好像生怕男友会滑倒,浅得非常温柔体贴 黄晓明也显露好男人本色,帮你有提包 一家人其乐融融 日前,网上曝出黄晓明和baby与黄晓明父母一起到了美国夏威夷游玩 二人还各自剖出照片 关于两人结婚的话题又被热炒 据该知情人士套路 黄晓明和baby私下早今以老公老婆互称 如果顺利,两人今年就会临证了 因为父母和baby催婚多次 或临证后因为工作关系 两人今年暂时可能不会举办婚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为止 欢迎订阅明镜 responsible for for free еш 未经订阅明镜 最佳物